hello大家好我是周一 本期购车零距离带大家体验一款全新的产品 那就是刚刚完成上市的魅族21 我们这次购买的是魅族21 无解黑12加512G版本 整体包装盒设计十分简洁 正面有魅族21字样 名牌被设置于包装盒底部 并配有一丝贴 打开包装盒之后 我们能够看到SIM卡帧 以及魅族CEO给魅友的一段话 部件盒里面是一根6A双C口的充电线 说明书 清水壳 以及80W单C口的充电器 在了解完基础配件之后 我们来看看手机本体 在设计上 魅族21这次最大亮点之一 就是物理超窄四等边边框 每个边框都是1.74毫米 视觉效果出色 后置竖排三摄 最下面的环闪升级为ICE灵动环 在设置里面可以看到 所有灵动环的灯效 可以作为来电和消息提醒 也可以选择多种闪射的灯光效果 同时手机在充电的时候 灵动环还会变成绿色的进度环 显示实时电量 可玩性很高 那么魅族21这独特的外观和功能设计 您觉得怎么样呢 咱们在评论区互动一波 台湾外观我们再来开个机 来看看魅族21的性能到底如何 机会手机 这个查找手机的功能一定要开启 因为魅族的防丢系统真的很强 开始使用 进入主界面 这次魅族21采用了 三星钻牌1080p的 6.5英寸OLED屏 最高支持120赫兹刷新率 视频类和地图类都没有出现所真 这个值得给个好评 处理器也采用了 目前最强的第三代骁龙8平台 并拥有同价位 独一无二的超声波屏下指纹 同时4800mAh的电池续航表现也不错 快充充满电 大概需要44分钟 搭配没有广告的Flyme系统 大大提升了使用感受 提到Flyme系统 我们就开启下一个环节 那就是手车互联 我们之前有体验过 蔚来NEO Phone的手车互联 实际应用效果 确实给车主带来了很多便捷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魅族21 和我身边这台搭载了 魅族Flyme Auto的 领克08手车互联表现如何 本车内我们能够看到 魅族208这块15.40寸中屏 以及简洁干净的UI界面设计 整体车机生态表现还是很好的 车机硬件使用的是 安托拉1000Pro计算平台 拥有两颗自研的7nm 龙鹰1号芯片 所以性能上是要超过 高通骁龙815的 确保整个车机系统非常流畅顺滑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体验一下 Flyme Auto的手车互联功能 点开下方界面的无界互联 手机上就有了显示 链接之后 手机和车机之间 就会有动画联动显示 这点还是挺酷的 点击之后 我们能够看到 所有的手机应用 都会显示在无界桌面上 如果你觉得图标太小的话 还有种应用列表模式可选 但我觉得无界桌面 这种一应俱全的模式 还是很好的 在使用上 我们打开B站 可以看到界面是采用小窗模式 并且我们可以拖动的方式 来调整界面布局 并且支持分屏显示的 我们点开小窗右上角的放大 就可以进入分屏模式 我们随机点开一条视频 左右两侧的操作界面 就形成互补并不干扰 车手互联最大优势 就是无线流转功能 假如你手机正在播放音乐 或者正在开启导航 到了车内之后 就可以直接流转到车机上 不得不说 这界面逻辑做的相当不错了 并且语音识别 去打开手机应用 也是十分方便的 小西小西 主驾请说 打开汽车之家 收到 打开汽车之家 原创 车闻行业 下滑 下滑 技术用车 视频 下滑 总的来说 美族21和Link08的车手互联 目前是很好用的一套组合 并且在设置界面里 也多了流转隐私保护的功能 可以选择不流转 哪些应用在车机上 这点值得好评 在了解完手车互联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手机最常用的一个功能 那就是相机 魅族21在背面采用三颗摄像头的布局 中间来自三星等效22毫米 两亿像素的主摄 实时光学帮抖 上面是等效15毫米的1200万像素超广角 下面是一颗500万像素顶身摄像头 不参与直接成像 前置摄像头是3200万像素 带人脸识别功能 照片的效果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表现还可以 实际使用感受不错 那么您觉得魅族21的性价比如何呢 魅族和领克08的手车互联 又有没有给您眼前一亮的感觉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购车零距离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